观众朋友欢迎您回到娱乐漫谈 介绍我们这个单元的嘉宾 资深贷款经济张力 张力你好 周乐你好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 过完了杨丽年 新丽年旧丽年马上就要到 趁这个机会 给我们广大的观众朋友拜个早年 好的观众朋友们新年快乐 祝大家有个健康幸福的2017 2017年美国的政坛也发生很大的变化 没错 川普要入主白宫 对吧 那他的经济政策保护主义 已经渐渐看出来他的强势 是的 你怎么看 我认为呢 这个川普他的新政呢 提出来对美国是一个整体经济来说 是很大的促进 就是说从这个2016年的两个percent 他提出要大爆到四个percent 所以他采取的很多政策呢 完全是有点跨时代的 跟以前美任总统做的在这个 只是批毛 洞穴批毛 他是从根本上有所改革 所以就像最近 他在前几天在这个格里斯堡 做了一个百日的演说 就是他提出在未来的这个 就他上任以后的100天之内 要做某些举动 做的这些完全就符合了他 竞选中提到的一些纲领 所以大家还是非常受鼓舞 受这个士气非常受鼓舞的 所以在中国的历史上有百日违新 是 川普他有百日的演说 那真的要看看他所说的事情啊 洞杂就是几十亿数十亿上兆元的 到底能够落实多少 但是他的强调银行界的放松 是不用质疑的 那贷款的利息呢 也倒是从去年年底一直到现在 都保持在平稳的水平 现在最近的十年公债回收率 也稍稍下跌到只有1.38% 2.38% 2.4% 到2.4%以下 对 这个现象也好像稳住了吧 对吧 对 我觉得前一段时间 市场有点这个ahead curve 就发展的有点太快 不论股市也好 然后利率也好 这个十年公债收益率涨得非常快 所以最近呢 这个降到十年公债收益率 降到2.4%以下 所以最近这个利率呢 有所缓升 比如说这个30年固定 现在降到了差不多 从4.125到4.25 降到了4.0 5年呢 也降到了3.125到3.25 还有15年呢 差不多现在可以做到3.125到3.25 这个跟过去时间比呢 差不多降了 有0.125到0.25 大家知道就是在 川普这个竞选结束以后呢 这个利率到现在增长了 0.625平均 这是个非常 短时间的增长这么快 也是前所未有的 已经涨了0.625 对 所以最近这个pullback呢 我觉得也是市场这个expectation 还有一个就是我认为 川普上任以后 他这个在一个期间 很多方面都说得很好 就是说他要增加这个美国的就业 比如说最近 大家知道这个Footer公司 它Nounce就把墨西哥 保护政策 对 挪到了美国这边 在Michigan建厂 要投资7亿美元 要增加700多个就业 包括最近Toyote Nounce同样一些计划 还包括最近这个 还有一个公司 他也是Nounce 要在美国 要增加这个就业 包括这个马云 最近还有和这个川普 也在进行了谈话 他们的谈话 说是要替美国就业增加100万 对 那把福特公司拿回来 只增加700个 是 他这个要增加100万 那是什么样的大买卖 这个和川普提出来 他要增加整体就业 未来10年增加2500万个 这个跟那个级别差不多了 是 对 他相当于一年增加250万 如果马云能帮着增加100万 这个目标实现的话 他不得了 解决了差不多40%就业 对 对 但是我觉得这个川普商人 还有很多风险 主要原因就是说 他提出来要增加那个 Government spending 要提出一个trillion dollar 1万亿美元 来增加美国的这个修路 修桥 这个建设机场 这些设施 但现在看来这个 还需要有个discount 因为周围也有各种 这每个周围都有一些反对的意见 因为周围也要参与 他要周可能要参与 要提供一些资金 特别是环境保护 还要整个delay 这个project的事情 所以大家可能要 对他这个要打个折扣 这样的话呢 经济增长率 可能会因为这个有所下降 好 高利息是他强调的 但是高利息带动的高美元 这个美元的币质增强 对于美国的经济有什么影响 现在来说 大家都知道 就是美元增强的话 那美国的这个 生产产品在国外卖的 就会 价格就会高 就失去了价格的优势 对 同时国外的产品 在美国卖的价格就比较低 对呀 所以这个相对来说呢 这样的话 对美国出口当然是不利了 目前来说还可以 如果美元现在在持续再增长个五六个percent的那样的话 那美国产品这个价格增长了可能就more than 15%甚至20%的跟这个国外通用产品 那对美国经济影响是相当会比较大的 有贷款的公司 在过去的四五年来都是忙得不得了因为低利息嘛 万一低利息的时代结束 比较高的利息的时代来临 有什么business plan可以来解决贷款公司 还有消费者跟利息之间的这种困境呢 我觉得目前来说 大家知道这个利率在2017年的话 基本上是还是呈上升的趋势 因为今年要增长三次 可能要增长0.75个percent 这样的话长期mortgage rate也会跟着上升 那我认为目前来说 对于这个贷款朋友们可能要注意的一点 就是如果你已经做了30年固定 或者这个15年也好20年也好 这些人在低的时候做的话 大家现在可能就可以睡大觉了 不着急了 但是如果以前是arm rate 特别是做的五年arm 七年arm 尤其是在比如说做五年arm的这些朋友 大概是在2012年底或者13年初 当时利率比较低 快到期了 对只有2.5个2.75个 这个时候呢 到年底的话那就要到期了 因为你现在利率比较高 如果比如说我们现在做五年arm 现在是3.25 所以呢那你可能有些人选择不做 因为你现在要做3.25 可能要提高0.5个percent 但是大家可能没有仔细做比较 就是说到年底的时候 那个时候利率 那个浮动利率的话 就会变得比较3.25要高很多 就假设你今天利率到期的话 你的利率会变成一个浮动利率 一年的library index 这个是目前是1.69个percent 再加上2.25的一个fixed margin 已经是3.94个percent 所以到年底到期的话比这还要高 那的话你前面这个 你不做好像觉得能省一点 到后来的话 这个loss的话会 more than offset你这个gain 所以的话大家就是 我就认为就是做arm rate 现在应该是时候开始做 take some action 对特别是特别是还有一个 就是说如果我们把材料做好了 准备这个把前面首期工作都做完 这样的话我们有可能lock 15天 拿到更低的利率 15天啊 对就15天比lock 30天 越短的话 对越短的时候 利息越好 对利率会越低 那但是你所提供的这些program 他allow可以这么快就 就是开始你把该做的工作都做完 然后我们预计15天之内能close 这样的话我们可以lock 15天 哇跟时间在竞赛 在竞赛 还有一个就最近呢 这个银行也出了很多好的这个program 特别是张某龙 因为在湾区呢 现在这个张某龙的limit也提高了 从62万5涨到63万6 63万6以上 变成张某龙 现在我们有新的program 比如说可以做到这个 原来这个股票不算收入 RSU不算收入 原来只算base salary 再加上这个bonus 现在RSU的收入也可以算 还有呢就是说 比如说你原来credit score 比较低 万一有个lay payment 造成credit score600多分 那银行要最低要求是700分 现在我们有银行 可以把你这个两个 夫妻两个这个score平均 然后这样的话 你平均值得超过700分了 特别是还有以前 比如说有没有两年 这个管理房屋的经验 那现在呢就是说 我们可以找这个银行 它不需要管理两年房租建 也可以让你呢 借个张某龙 然后用你自己住的这个房子 作为这个rent property 然后这个用这个rent 来qualify这个debt to income ratio 这个43% 所以未来有很多很多program 将来有机会 我给大家就多介绍这些program 让更多的人呢 能够买这个借得起这个张柏龙 然后那个增加你的balling power 张力呢 也将会在每一个月都有一次 在我的电台节目中来讲 比较用半个钟头的时间 来解释不同的program 那我听出来您的意思就是 您所代表的这些program 都有很多很多种 还有不同的身份的人 但是这一些优厚的qualification 是不是要用比较高一点的利息 来as a trade-off呢 有个别的program 可能会利率稍微高0.125 但大多数program 跟这个利率都差不多 就是说即使高0.125的话 你买到房子再过几个月 等你这个qualification 再improve的话 可以做这个比如说这个市场上 银行提供最好利率的银行 这样的话呢 你没有耽误买房子 同时呢将来还有refinance的机会 好的 要贷款就来跟张力consult 他的电话号码是408-315-9470 408-315-9470 感谢您 谢谢周乐 谢谢观众朋友